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种植面积仅位于小麦、玉米和水稻之后,居第四位 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马铃薯已经成为农村广大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作物 马铃薯生产也逐步走向商品化 专品种、专用途的生产格局正在形成 高产、高效、优质成为生产者追求的目标 据资料介绍 国内马铃薯产量达每亩5000公斤的实力很多 特别是高寒地区 与适于当地种植的其他作物相比 产量都要高 春小麦、骨子、杂豆等产量为 每亩130公斤到200公斤 而马铃薯产量按5公斤 折作1公斤骨类粮食计算 产量可达每亩200公斤到300公斤 马铃薯不仅产量高 产值也非常理想 特别是近几年 市场需求量大 优质马铃薯价格一直看好 市场价格高 产地价格也随之向上浮动 所以许多高寒干旱贫困山区 都把种植马铃薯 当作当地脱贫致富的突破口 列入当地主导产业来抓 马铃薯不仅产量高 经济效益好 而且营养价值高 用途广泛 马铃薯是深受人们喜爱的凉菜兼用作物 马铃薯淀粉品质优良 是食品、纺织、制药等行业的重要原料 而马铃薯的食品加工业 已经成为快餐行业的支柱产业 马铃薯在农业生产是轮座制中的良好前作 并适合其他作物间套重以提高产量 马铃薯的净叶是极好的滤肥 一般情况下 马铃薯每亩可产鲜净叶2000公斤 折合化肥20公斤 它的净叶鲜嫩多汁 入土后容易腐烂转化 肥效快 除此之外 马铃薯还是发展畜牧业的优质饲料 据资料介绍 用50公斤马铃薯块喂猪 可增肉2.5公斤 喂牛可产乳40公斤或奶油3.5公斤 总之 种植马铃薯能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优势和资源优势 并能较快地把这些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 商品优势和经济优势 好 接下来将我国马铃薯的生产技术 以问答的方式介绍给广大种植农户 本篇主要通过从选种及品种介绍 马铃薯栽培技术 施肥技术 主要病虫害及其防治 收获与铸藏技术等五个方面分别来介绍 一 选种及品种介绍 如何衡量优良品种的标准呢? 要想封产封收 用种最关键 要选择优良品种 那么 如何衡量优良品种的标准呢? 具体地说 马铃薯的优良品种 首先是快净的产量高 如单株生产能力强 快净各大 单株结属各树适中 其次是抗逆性和耐性强 在同样情况下 感病轻 少减产或不减产 对自然灾害的抵御能力强 能抗旱 抗烙 抗冻 对不同土质 不同生态环境 有一定的适应能力 第三是 快净的性状优良 包括 鼠型好 牙眼浅 耐注藏 大中鼠率高 商品性好 而且 干物质含量 淀粉含量高 或适当 实用性好 第四是 具有其他特殊优点 如 及早熟 赶上市场最高的行情 不耽误下一查作物 还原糖含量低 适合炸薯条用品种等 总之 符合高产 优质 高效的马铃薯品种 就是优良品种 如何选用优良品种呢 第一是要确定 选用哪种类型的优良品种 您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 是种植鲜食菜用型马铃薯 还是种植加工型马铃薯 第二是根据当地的 自然地理气候条件和生产条件 以及当地的种植习惯 和种植方式等因素 来选用不同的优良品种 比如城市的远近郊区 会有便利交通条件的地方 可选用早熟菜用型品种 以便早收获 早上市 多卖钱 在北方一季座区的交通不便 无双期较短的地方 可选用中晚熟品种 以便充分利用现有的无双期 取得更高的产量 如果选用太早熟的品种 则收获后产品一时运不出去 卖不掉 而且余下的无双期 又不能种下一查作物 这就白白浪费了土地和时间 在二季座区及有间套做习惯的地方 可考虑下一查作物 以及植株高矮 繁茂程度 是否遮光等问题 选用早熟株矮 分枝少 结树集中的优良品种 第三是根据优良品种的特性来选用 比如在降雨较少 天气干旱的北部和西北部地区 可选用抗旱品种 在南方雨水较多的地方 可选用耐烙的品种 在晚疫病多发地区 可选用抗晚疫病的品种等 一季座地区一般应选用抗病 高产的中晚或晚熟品种 我国一季座区大都没有灌溉条件 主要靠降水种植马铃薯 在四月下旬或五月上旬播种后 经常遇到干旱 中晚熟或晚熟品种生育期长 前期受汗发育迟缓 后期雨季到来时 仍能获得高产 选择优良品种除考虑地区性外 还应根据种植者的目的和用途做抉择 近年来 为了防止马铃薯病毒性退化 各地科研单位和技术部门 都在大理开展马铃薯的净肩脱毒组织培养工作 并在生产小薯和微型薯的快繁技术上有了很大进展 在选择品种的同时 选用脱毒种属也很重要 如何引用优良品种 银种指的是在不同农业区域 不同省、市、自治区或不同国家 相互引进农作物品种或品系 进行试验种植和大田示范 并把表现高产、抗病、优质的品种 直接用于生产 银种必须注意什么呢? 首先注意气候要相似 在地理位置距离较远的地方 主要看两地的气候条件是否接近 比如南方的冬季和北方的夏季气候有相似之处 气温特别接近 雨量也相差不多 这样进行品种、饮种就非常容易成功 其次是要注意光和温度的要求 马铃薯是洗光并对光敏感的作物 温度对马铃薯生长关系极大 特别是在节暑期 如果土温超过了25度时 块茎就会基本停止生长 这样饮种时 就必须注意品种的生育期长短 特别是由北方向南方饮种 一定要饮早熟、中早熟品种 争取在气温升高之前收获 而由南向北饮种 早熟或晚熟品种都可以 第三要注意掌握由高到低的原则 由高海拔向低海拔 高纬度向低纬度饮种 容易成功 原因是在高海拔高纬度种植的马铃薯 病毒感染氢、退化氢 引到低海拔低纬度的地方 种植一般表现都好 成功率也非常高 第四要按照实验、示范、推广的顺序进行 引进品种时 首先要与当地主栽品种进行比较试验 在一到两年的试验中 引进的品种如果在产量、质量和抗病等方面都优于当地品种 下一步就可以适当扩大种植面积 进行大田示范 进一步确认优良性状是否稳定 马铃薯品种如何来分类呢? 按熟期分类 马铃薯品种可分为 即早熟、早熟、中早熟、中熟、中晚熟和晚熟 六种熟期类型 具体的熟期指标为 即早熟品种 六十天以内 早熟品种 六十一天至七十天 中早熟品种 七十一天至八十五天 中熟品种 八十六天至一百零五天 中晚熟品种 一百零六天至一百二十天 碗熟品种 一百二十天以上 那么马铃薯品种有哪些类型呢? 按马铃薯利用方式分类 通常可将马铃薯品种分为 鲜食品种 鲜食菜用和淀粉加工兼用品种 淀粉加工型品种 油炸食品加工型品种 我们先来看一下鲜食品种 鲜食品种就是供应人们日常食用的块镜 这类品种特性依地区的不同而已 比如在我国北方地区 比较喜欢块镜大 圆形 白皮白肉 淀粉含量适当的品种 主要品种有 这是东农303 属于极早熟品种 黄皮黄肉 牙齐浅 结属数多 植株中感晚一病 快镜较抗晚一病 一般母产 一般母产2000公斤 高产可达3500公斤 这是克辛一号 中熟品种 白皮白肉 表皮光滑 牙眼多而深度中等 结属集中 大而整齐 植株抗晚一病 一般母产 1500公斤 高产可达2500公斤 这是枣大白 属于枣熟品种 白皮白肉 牙眼浅 结属集中 植株较抗晚一病 母产2000公斤以上 下面再看一下 鲜食菜用和淀粉加工 兼用品种 主要品种有 这是克辛二号 中熟品种 黄皮蛋黄肉 表皮有网纹 结属集中 块茎大而整齐 牙眼多 耐住藏 抗晚一病 抗汗 母产1500公斤 至2000公斤以上 克辛三号 中熟品种 黄皮蛋黄肉 表皮较粗糙 牙眼多而深 高抗卷液病毒 耐树顶病 耐烙 母产2000公斤左右 淀粉原料品种 对于这类品种 最重要的要求是 单位面积 淀粉产量高 对于加工企业来说 快进的淀粉含量 越高越好 高淀粉含量 可大大节省 水和能源的消耗 提高加工效益 而对农民来说 单位面积上的收入 则是有限考虑的 因此 如何与厂家建立 已知论价的机制 是十分重要的 主要品种有 中大一号 中熟品种 淀粉含量 19.7%以上 植株 快进 抗晚异病 亩产 2000公斤以上 克辛十二号 中熟品种 淀粉含量 18.3%以上 田间高抗晚异病 抗缓腐病 亩产 2000公斤左右 内薯七号 中晚熟品种 淀粉含量 17%以上 田间抗晚异病 亩 1500公斤左右 食品加工品种 这是用于进行 马铃薯条 薯片 脱水制品等专用产品 加工行业的品种 对于不同的加工食品 其品种要求是不同的 种植这类品种 就必须与加工厂家 签署收购合同了 否则难以销售 主要品种 主要品种有 大西洋 中熟品种 淀粉含量15%左右 还原糖含量低 钢物质含量高 植株对晚异病抗性弱 母产1500公斤左右 下坡地 碗熟品种 淀粉含量19.7%以上 植株不抗晚异病 母产2000公斤以上 底锡锐 中熟品种 淀粉含量16.6% 还原糖含量低 钢物质含量高 植株易杆晚异病 快径较抗晚异病 母产2000公斤左右 通过上述介绍 我们知道了 不同的品种的利用方法是不同的 因此 在选择种植什么熟期 什么类型的品种时 一定要根据当地的市场需求来决定 比如说 选择早熟 即早熟品种 多是为了即早上市 以便获得更高的销售价格 而种植中晚熟品种 则主要是为了供应秋季和冬季的市场等 总之 市场因素是决定品种的首要因素 购买种鼠要注意什么呢 我们了解了马铃鼠 鼠种的不同级别和来源 那么在选购种鼠时 应选择能开展相关研究和生产的单位 如果是买两种 也必须了解其生产两种的原种 是通过什么渠道获得的 最好是让种鼠销售一方出去购买原种的证明 如果没有相应的技术设施 又没有上一个级别种鼠来源的证明 就很难说明其种鼠质量的可靠性了 2.马铃鼠栽培技术 1.拨前准备 那么 种植马铃鼠要选择什么样的地块为好呢 种植马铃鼠的地块要以地势较高 土壤疏松肥沃 土层深厚 烙能排水 汗能灌溉 土壤杀质 中性或微酸性的平地与缓坡地块最为适宜 然后选择茶口 选谷子 麦类 玉米茶的最好 其次是高粱和大豆茶 最差的是胡麻 甜菜和干薯 如果是在蔬菜种植区 选择葱 蒜 芹菜 胡萝卜 萝卜等是最好的前作 但是番茄 茄子 辣椒 白菜和甘蓝等 因多余马铃鼠感染共同病害 不易作为马铃鼠的前作 整地 整地质量好坏 与马铃鼠生长有直接的关系 马铃鼠 结鼠是在地下 只要土壤中的水分 养分 空气和温度等条件有良好的保障 马铃鼠的根系就会发达 植株就能健壮地生长 就能多结鼠 结大鼠 整地是改善土壤条件的最有效的措施 整地的过程主要是伸番和霸压 伸番一般要达到30厘米到40厘米为好 壤土层薄的可通过伸松产伸松 既保护壤土层又可打破离底层 促进土壤熟化 在春旱较严重的地方 无论是春番还是秋番 都应当随番随霸压 做到地平 土系 地宣 上时下须 以起到饱伤的作用 春番地最好是在秋天进行 因为地番的越早 越有利于土壤熟化 使之可以接纳冬春雨雪 有利于饱伤 并且还能冻死害虫 在春雨多 土壤湿度大的地方 除深耕和霸压外 还要齐笼 以便散伤和提高地温 播种前要对种鼠做哪些准备呢 当我们选定某一优良品种后 还要进行优质种鼠的挑选 要选取鼠块整齐 符合本品种性状 鼠皮光滑细嫩 皮色新鲜的幼铃薯或壮铃薯 然后除去冻 烂 并 伤的种鼠 在播种前40天左右的时候 就把种鼠从窖中取出来 放在15到18摄氏度的室温内 散光下进行催芽 在催芽期间 要经常翻动 让每个块镜都充分见光 种鼠在注藏过程休眠期已过 只要放在适当的温度条件下 即可自然发芽 不用药剂催芽 也不必用沙土覆盖 催芽的块镜 一般比不催芽的块镜 可增产10%以上 如何来确定播种量 确定播种量是根据计划的播种面积 来准备相应数量的种鼠 它的应用公式是这样的 种鼠需用量 等于切块重量 乘以每亩株数 乘以每亩计划播种面积 播种 在北方一级座区 马铃鼠多为笼座 一般为笼距60厘米到70厘米 株距25厘米到30厘米 播种深度为10厘米 对扫熟品种可适当加大密度 株距可以缩小到20厘米 整属播种 在我国 传统方式是切块播种 在本片中 我们重点介绍一下整属播种 整属播种方式 就是用整个块镜 不进行切块来作为播种材料 在发达国家和一些先进地区 以及种属繁殖基地 都是使用整属播种 整属幼苗比切块幼苗生长健壮 植株生长旺盛 进入节属期早 增产效果明显 经多年调查 增产测度为17%到30% 有的地区更大 那么 为什么说整属播种 比切块播种增产呢 通过多年实践表明 整属播种可以避免病毒传染 和细菌病害通过切刀传病 因而就减轻了一些 由块茎或切刀传染的病害的蔓延扩大 降低了发病率 采用整属播种 最大限度地保存了 整属中的水分、养分 有利于初苗、奇苗和状苗 同时又可利用顶牙优势 因此比一般切块栽培的增产显著 整属播种经过催芽 一般病鼠已被淘汰 播种后不易被腐烂菌侵入 初苗率高 播种的切面愈合不好 很容易被霉菌等侵入 造成烂种和缺苗断笼 造成减产